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相位的差就实际上 就代表了这个相位差 越小速度就越快 刚才看到的我们这个章制 就是结合中国当初正在开始 是建的高速铁路而做的 那高速铁路跟低速铁路 它建造的时候最大的难题 就是我们的高铁 这个速度要达到 就是拨在地基当中的传播速度 这个时候在地基当中 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马赫效应 就是一种共振现象 所以我们要在 突破这个高铁的建造技术 就要在实验实力 在口控条件下 把这种铁路上面 发生的效应重现出来 重现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找到更好的道路的结构 去克服这种马赫效应 所以大家看到 金热中国的高铁 坐在这个铁路 这个抽箱里面很稳定 是因为它没有出现 马赫效应这种现象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其次呢 就是我们在长期的运行 过程当中 这样的结构呢 不允许有很大的成降 它的成降的要求呢 不能超过15毫米 那么15毫米 这是机械制造的精度 那怎么呢 实现就是不超过15毫米 防止因为不均匀成降 这样引起那时候的震动 或者说错过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 实验室口控调节下 把这种动的效应 重现出来了 才有可能克服它 那么这个装置呢 它最大的难度呢 就是在实验室这样的调节下 要达到360公里每小时 这样的速度 用什么样的装置能够重现呢 我们就用了 像当于弹钢琴一样弹 所以整路上弹钢琴这样的一个原理 实现了就是 在实验室里实现了 初轮一360公里每小时 运行的时候才生的这种效应 那么这样一个装置呢 它是我们首次研制的 也在全世界就是没有过的 所以它在高速铁路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这样的问题呢 是在工业界里出来的 就是高速了之后会产生马哈效应 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光凭我一个学科的力量是解决不了的 那这张大学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读学科并存 比如说我要实现这个相邻这个两个枕墨 运动的相位差的控制 就需要这个液压接震器啊 用很好的这个相位控制的性能 那这个呢就是有我们学校有液压研究所 他们提供这样的技术帮我来实现 这是一个例子 另一方面呢 比如说当这个路基产生不均匀沉降了 我们呢采用高温质材料 快速地把它修复回来 利用这个每天大家都知道 到了12点以后高铁停止了 利用这个天仓期的时间呢 我们很快把这个成价修复回来 那这个就需要高温质材料 这样的一个学科的支撑 所以我觉得呢 都学科这个高水平的都学科交叉呢 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非常重要的学科技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